Hello 大家晚上好 今晚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菜式理由 放到周圍都是 其實只有兩個菜式 你想想我這裡的地方多用 兩個菜式就已經放滿了 平時如果我是逢年造節 我一定超過十個人上來我這裡吃飯 大家可以想像 我至少要做八菜一湯的時候 那個場面 我曾經拍過影片說是核子大戰的 因為放到我腳下面 全部都是菜式的 這個就是我們真實香港人的生活 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菜式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今天有兩個菜式 這個生菜 生菜有什麼好處 我做個招絲腐乳炒生菜 是很野味很好吃的 這個菜很簡單 我相信入廚初歌都會經常做的 但是做來做來做去 肯定是差點東西 差了什麼呢 大家等一下看看我怎麼做 其實這個就是附帶的 這裡成根幾菜 所以我家裡吃很多菜 好了 今天的主角就來了 今天呢 今天呢 這條片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苦瓜蚊黃立蒼 蛤? 又是這麼簡單? 嘩!我都會做啦 對不起 說了一句 髒話 嘩!我都會做啦 打你的按鈕 你是不是騙Like啊? 當然不是啦 其實呢 送菜的組合呢 就是很多種的 那 我明明說黃立蒼 為什麼有個 豬腩肉在這裡呢? 是啊 其實呢 如果呢 如果呢 黃立蒼 我相信很多 就是朋友仔 都做過的啦 那應該呢 就不會猜到去哪 但是都是那句 咦? 肯定是 有沒有得改良呢? 其實有的 那如果呢 一些講究的 餐廳 或者是廚師呢 上心一點點 設計彩色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道 蚊魚 苦瓜蚊魚呢 他會加什麼呢? 加火腩下去的 那如果大家呢 吃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門線 蚊門線 如果是冬瓜火腩蚊門線 哇 不得了啊 真是 又野味又鮮味 魚味十足 但是不腥的 啊 因為他加了火腩下去 火腩我 我講過很多次了 豬肉呢 那些豬油呢 加上這個魚呢 是可以披腥的 那大家要記住了 那這個菜 這個菜 其實呢 苦瓜蚊 黃立蒼呢 我兒子就很喜歡吃的 他經常都 他不懂黃立蒼的 他到今時今日 二十多歲的人 都不懂黃立蒼的 他問我吃什麼菜 我說是炆黃立蒼 他說什麼魚來的 然後說扁鐵鐵 他說哦 短鐵鐵 即是他只懂得扁鐵鐵 那好了 那介紹一下材料 那呢 這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 腩肉 為什麼我會加腩肉 我先來講 本來就是加火腩的 但是炎火腩貴 我沒理由 我沒有理由 我沒理由 不理由 我沒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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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三份二條骨 一條骨 一條骨 再切多些 即是短些 那裡已經還在講 當時又是四十元 但現在我買一磅 差不多一磅的豬腩肉 當然是急凍了 我都在說二十四元、二十三元 差不多一磅 大概十兩、十二兩左右 大家看看我怎樣 用這個去做到一個好味 我待會要醃一醃 不是一般的醃法 醃鹹就可以了 只要豬腩肉來計算 很多豬肉 只要醃鹹就很惹味 不需要很複雜 一條黃辣蔥 一斤 挺划算的 很新鮮 大家看到了 顏色 各樣 先沖水 然後 炆虎瓜 我之前也介紹過 炆虎瓜 虎瓜的菜式 其實是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當大家 現在滿了 我把它關小 輕輕 讓它流活水 活水 這樣沖洗 會比較乾淨 那 虎瓜 有分很多種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我們本地種 大釘 或者叫雷公鑽 因為它是三角形 虎瓜分很多種 有泰國的油虎瓜 有台灣的白虎瓜 或者是有本地雜膠 有台灣苦瓜的那種 粒粒粒粒的那種 好像生蜥肉那種的 但整個一看 就知道是雷公鑽 不要理會它 但基本上 我們炒和炆 和做涼拌 虎瓜是不同的 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是純粒來炒的話 雷公鑽 或者大釘 是不適合的 大釘最適合 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容易截斷 所以通常 我們要切粗條 如果是炒的話 用泰國的油虎瓜 是會比較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比較脆 而且比較硬 身體的纖維密度高 所以它沒有那麼容易截斷 所以它可以保持口感之餘 我們也會炒得好吃 大家要記住 不同的苦瓜菜式 不同的製作方法 是需要用到不同的苦瓜 所以雷公鑽是非常適合 基本上沒有其他東西 我介紹完之後 等一下我直接開鍋 因為這些洗魚 大家都記得 這些魚 我們一般用回我平時洗魚的方法 洗乾淨之後 用酒、鹽、胡椒 先抹一抹身 然後再煎 豬肉 一會兒要用來飛水 飛完水之後 製造方法 就像潮州鹹肉一樣 我用重鹽醃 大概10分鐘 10分鐘至15分鐘 這樣做出來的鹹肉 很有口感 很有風味 可以達到 作為燒肉的代替病 當然 其實我有想過 可不可以做燒肉 但是 做燒肉 對大家來說 技術的要求太高了 而且 因為需要時間 做燒肉 但遠遠 不如做潮州鹹肉 方便得多 所以 今天我決定 用潮州鹹肉的方式 縮短製作時間 和簡化了技術要求 大家都有機會做得好 OK 現在不妨礙大家時間 待會兒直接開鍋 我飛完水 然後直接熱完肉 即是切完所有東西 我就直接開鍋 炒 去燜 去煎 行不行 我其實 都會想到大家 那個技術要求 因為我相信 相當大部分的觀眾 都已經看過 是我的長期觀眾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每一條片 那個重複的觀眾 大概是佔 訂閱的一半 大概是15,000人 另外 大概是接近1萬 5000至到1萬 這個是比較大 就是新來的觀眾 我相信那1萬5位觀眾 我相信那1萬5位觀眾 他們看得久了 我的影片都知道我的風格 還有就是 我要求的技術 那製作技術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OK 不妨礙大家時間 等待會兒見 先見 阿佬 先頭簡介完了 怎樣都要想了很久 怎樣都要給大家看 怎樣去處理那塊凍肉 因為我都怕新的朋友 不懂得做 那 那 大家 舊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歡用急凍肉 今天那個 特別版的 古瓜蚊倉魚 都是用了凍肉的 OK 那 我們首先要和凍肉 飛水 然後大家先看到我放了兩片薑 然後 這個就是我的寶貝 隨雪器的寶貝 和調味的寶貝 這個青花椒 放1、2克就可以了 隨便 為什麼要用這個 青花椒 隨雪器 而不是 用這個 然後放進去 飛水 為什麼用青花椒 隨雪器 而不是用普通的花椒 因為青花椒 它的味道 非常霸道 OK 如果你用得多 就會變成大家 習以為常的 什麼 習以為常的 麻辣味 那 給大家看看 我這裡好像餐廳一樣 經常都有寄 寄什麼 寄寸服務 那我臭小子的朋友 這個 終於懂得自動對焦 雖然慢一點點 OK 花椒油 麻辣味 OK 那是我臭小子的朋友 經常上來吃飯 這樣就放在這裡 這樣 所以呢 其實花椒 就有很多用途 就是我講青花椒 OK 那 這個 飛水 大概要多久呢 就是15分鐘 15分鐘 OK 好 現在開始計時 那我就不理它了 蓋上它 那 等一下 我飛完水之後 過完冷鵝 我就切片 切片了之後 就放重鹽 醃它大概10分鐘左右 所謂的重鹽 就是講的 這裡 一斤都不夠 是不是十兩左右 這個腩肉 那我切片之後 其實都不算多的 那我放了 大概兩三斤的鹽 又鹽就可以了 然後醃它大概10分鐘左右 再洗乾淨它 我們就可以用來 進一步處理 就是 去炆那個蒼魚 OK 那我等一下 我再開機的時候 我就一剔過了 就是怎樣去 先處理了腩肉 然後怎樣去煎魚 然後怎樣排鑊 去炆 OK 那就是這條片的精華所在 就是一剔過的 那我等一下見 好了 大家 現在做完這個前期功夫 就沒有給大家看 那現在正式 就開始一剔過 怎樣處理一下 這個鹹肉苦瓜 就炆 這個是蒼魚 那我現在就燒鑊 拿最大火 一樣 那就背口缺 大火燒鑊 建煙 下油 如果鍋濕 這個時候就抹一抹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材料呢 就不算複雜的 就有這個是蒜頭豆豉 少少的辣椒 如果不喜歡吃辣椒 那就不要放了 OK 跟著之後呢 就沖洗 切了片 切了片才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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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沖洗 拿乾淨的水 大家看到呢 現在是很乾的 OK 跟著之後 那條魚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一直呢 就拿這個廚子 蘸著它 就吸乾它 那呢 為了令到它更加快熟 和煎得更加 肉呢 更加甘香 所以我割了兩刀 每邊割兩刀 好了 這個時候 出煙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下油了 少少就可以了 大約兩茶匙左右 跟著之後 晾鑊 我現在呢 就和這個鹹肉是走油的 那所以呢 我繼續開大火 那 那 先頭我就說了 從這個 就是 鹹肉呢 就沖洗完之後 就拿乾它 吸乾水 除了是令到它 是更加好煎 即是不會說 脾壁白白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 好處呢 就是 可以是拿回 它的那些 就是鹹肉出來 即是那些鹹味出來 就不會過鹹的 那我先頭就試了味的了 三斤 十兩鹹肉 醃15分鐘 拿乾水之後呢 那個鹹度就剛剛好 記住啊 鹹肉呢 可以現場做的 但是 不要醃得太久 OK 十至十五分鐘 就足夠了 那 那現在呢 我首先呢 就走油的形式呢 就煎香它 那呢 就 這個過程呢 就有個作用的 就是把那些鹹肉的油呢 迫了它出來 等一下我們 煮好了之後 吃的鹹肉呢 雖然它有點肥 但是呢 是絕對不會油膩的 OK 這個過程是很緊要的 迫它的油出來 就決定這個鹹肉 等一下好不好吃的了 那大家看看 我只要是燒鑊燒得夠 就沒有可能會黏底的 OK 記住啊 燒鑊呢 是我們家廚能夠 去追過 或者貼近 專業廚房的 唯一的一個方法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呢 專業廚房它之所以炒得好吃 很多時候是因為它的爐頭 溫度夠高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家廚的話呢 我們怎樣可以是令到 它是高溫呢 其實溫度呢 就是火力乘時間的積成 OK 喂 我的火力不夠猛嗎 那我就燒久一點 所以大家看到我 我常常都要大家配口缺 要燒到出煙 因為出煙是我們家廚呢 唯一可以判斷 到底這隻鑊夠不夠高溫的一個 途徑啊 那如果燒到它見煙的話呢 那隻鑊呢 就肯定是有150度以上的了 那大家都不用怕的 就算是 是 就是易潔鑊也好 那它那個 150度呢 是燒不壞這隻鑊的 200度也燒不壞這隻鑊的 你接近300度就有機會燒壞這隻鑊 那這句說明書有講的 那很多的說明書都有講的 尤其是日本的易潔鑊呢 他們都會有講的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看到 我酒油是不是走很久了 是啊 沒辦法 第一我下了少油 第二呢 就是 因為呢 那個鍋 那個爐頭不夠溫度 OK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酒油不可以煎得太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太焦的話呢 等下呢 就會比較粗口 就不好吃了 OK 但是都不能煎到 即是隨便這樣 那 怎樣判斷呢 那些鹹肉行不行呢 鮮頭呢 其實是沒有 我給大家看的時候是沒有油的 但是現在開始有油了 為什麼呢 它開始逼到那些油出來 我們呢 很多時候呢 煎那些腩肉 經常都聽人說 那些主要師傅說 逼到那些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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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樣逼呢 就是呢 初初下去的時候呢 它是吸了那些油的 但是當那個肉心呢 夠溫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倒轉頭 漏油了 所以先頭我給大家看的時候 是沒有油的 第一次給大家看的時候 現在就開始有油了 因為現在的油呢 可以倒流出來 這樣啊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夠了 不要再揉了 如果再炒下去呢 再炒下去呢 這樣呢 就變成那些肉呢 那些瘦肉的部分 比較粗口 那現在呢 既有香口 同時間有一定滑的口感 好 那這樣呢 嘩 這東西全部是什麼來的 是豬油來的 大家說了 豬油 配這個 魚 是不是很棒啊 我經常都說 豬油可以辨腥的 記住 為什麼我們經常呢 苦瓜燜 燜 或者是蕃茄燜 也好 就是燜魚呢 經常都好像差點 差點什麼呢 就是豬油 這個豬油呢 是可以令到它減低那個 這個腥味同時間增加呢 那個是香口感的 好了 大家都看到我燒鑊 繼續燒 為什麼呢 我需要的是 高溫 OK 燒鑊 燒到這麼高溫 同一時間呢 就是因為我不想它太快的降溫 OK 行不行 因為我們一落那些瓜的時候呢 它就很快是 很快是 很快是 降溫的 如果呢 我們燒鑊燒得夠的話呢 它降溫的 那個 降溫的那個 速度就慢了 這樣就相對地可以 怎樣呢 可以是保持那個高溫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盡量令到那些苦瓜呢 每一邊都沾了 沾了那些油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什麼呢 放糖先 炒苦瓜就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放糖先 那這裡大概是 兩斤苦瓜 放四斤糖 OK 這個時候放糖呢 除了是 可以減少它的苦味之外呢 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令到那些苦瓜呢 相對地可以保持青綠的 時間就長一些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炒到 哇 但那些豆豉綠的腳那裡 好熱 哎呀好痛啊 加起來 加起來經常都有這些 這樣的意外 小意外 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了這個 鹹肉 進去 為什麼這個時候放鹹肉呢 第一天頭我走走的時候 那些鹹肉是 煎香口了 那會糟糕的 這個時候我不是放了很多糖 進去苦瓜那裡 是啊 放進去苦瓜那裡 就變成了 是什麼呢 變成了就是 死火了 死火了 我做錯了 興奮那頭 馬上關火 馬上關火 哎呀 真是 作鬼了 知道我做錯了什麼嗎 就是做錯了我還沒煎魚 作鬼了 好 這個時候呢 看看我怎麼補救了 哎呀 真是要命 所以有人說 說我老人千愛 真是沒有錯的 好 讓我 下了那些什麼先 按下做鑊 先洗一洗 while 這樣 有時候就有這種意外 那 呀 那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下 好 洗乾乾了一個鑊後 這個時候呢 先 facho 其實在家廚來說經常會有這些意外 尤其是像我這些老人之外 我經常放一塊布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來抹手用 有些朋友就不明白 他說我放到東西周圍都是 為什麼要放一塊白布在這裡 諸如此類 這些是個人習慣 因為其實我們拿鑊 很多時候 即是我們的手經常都會有油 有塊布在這裡就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好習慣來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不好的習慣 大家覺得不好的就不要學習一下 先說說 我們經常都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意外 我現在呢 我就 給大家看看我做錯事之後 要怎樣去補救 那條魚如果不煎過 它就能夠香 是吧? 沒有辦法 加一點點豬油 豬油膏 一個月之前 放得到 為什麼要加豬油呢? 大家 我講了很多次了 可以閉嘴 用一茶匙 然後 然後 下油 然後 兩種油 混合在一起 豬油不用多一點 就行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關小火 向右邊 然後呢 我們就放一條 已經 被我熟到很乾身的 魚 這樣呢 一樣 下去的時候呢 就要是把那些油 即是把那些油 雜一雜一雜鑊 雜一雜鑊 雜一雜鑊 將那些油呢 就盡量呢 就是平均一點 OK 哇 那隻鑊開鑊 鑊開得漂亮了 這條魚這個時候 都沒有黏底 立刻 立刻一下去 通常這個時候是黏底的 那條魚呢 立刻是可以 動的 那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我經常強調 要大家呢 去 即是 要是 背後缺的原因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蓋鑊蓋 然後呢 就三分鐘 OK 三分鐘 好 接著三分鐘之後 再和大家看看結果如何 好了 中響了 先看看結果 嘩 那現在呢 就有少許黏底了 那 因為呢 這隻鑊的原因呢 所以呢 我是需要 雜質那隻鑊 是 即是 它的頭尾 那部分 就要給油呢 去 沾染一下 這個時候 我開大火 為什麼呢 我想加速那個時間 這個時候 是補火的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見過很多次煎魚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知道呢 我這個時候是會補火的 那 那就雜質這隻鑊吧 每一次是雜質它十幾秒 啊 就不要讓它持續升溫 但是呢 又要讓它有相對的高溫 那這樣的作用呢 就可以令到那條魚呢 就可以是 相對地呢 就會比較是煎得漂亮的了 好 這個時候 你看看 那條魚已經動得了 啊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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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自由泳 好了 這個時候關上小火啊 然後我就反轉變了 等一下 要用兩隻夾 哎呀 哎呀 拔掉了魚尾 好 用夾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部分呢 就是整天都弄得不好 好 哎呀 兩邊都 掉了 有得它 不理它 那 同樣道理 真的這隻 這個爐呢 真的要換了 因為大家看到 那隻鑊不停滑滑滑滑滑 為什麼呢 它那個爐座 用了這麼多年呢 這個爐已經差不多10年了 這樣呢 就靠近腸 那聲呢 毛蝦ới 直接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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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到油 煎得更好 大家看看我這條魚 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是 煎得很漂亮 然後再煎三分鐘 鮮頭補火的部分 很視乎個別情況 不一定每次都要補火 視乎爐頭大小 火力大小 這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這個過程裏 我就跟大家 介紹一下醬汁 這裡裏面有什麼呢 有三分二匙鹽 兩茶匙蠔油 一茶匙生抽 一茶匙老抽 然後少許雞粉 然後黑胡椒碎 少許的麻油 少許的酒 還有生粉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會看到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碟 因為才有放過蒜頭豆豉 不要浪費 因為我要多洗一隻碟 所以有得用 有得怎樣用 這個用來最後調味 沒什麼其他特別的東西 現在繼續補救當中 最重要是煎到魚很漂亮 待會見 好了 大家又中響了 三分鐘過了 看看結果如何 這條魚馬上可以 其實蒼魚很好煎 是這麼多種魚最好煎 現在可以由自由泳 讓我看看結果如何 讓我看看結果如何 嘩 大家看看 漂亮不漂亮 好 這時候我開大火 肚子的位置 因為它拱起了 所以我就補一補一補 好 煎到它 金香的時候 嘩 太棒了 好 這個時候 又開始要減腥了 當然要 放一些 胡椒 大家看看我們魚 是不是煎得很漂亮 好 好 這個時候夠高溫 好嗎 跟煎之後 繼續減腥 搞定 關小火 這樣呢 我就把這條魚 拔起了 大家看看 漂亮不漂亮 除了我自己拔掉 尾巴之外 是不是很棒呢 好 那 繼續 等一下 地方浅窄 沒有地方放東西 好 然後 開大火 然後 繼續 炒我未完的 胡瓜 炒 炒 然後 我們就加些水 炒 然後 我們就加些水 加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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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太介意自己做錯事 做錯事後最重要是定 我以前做管理的時候 我最討厭這些人 有些同事很有趣 經常都說是誰誰做錯事 然後不斷追究責任 我問他一句 你現在有時間追究責任 我問你公司是否不用工作 是否應該要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後才總結 做人是否應該要這樣 所以凡事遇事就要處變不經 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追究責任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甚麼 首先解決問題 塵埃落定 做完事 這件事解決了 你再來追究 為甚麼你做錯事 你做錯事我要不要罰你 或者是有沒有進一步行動 到時才說 大家說是否 追究沒有意思 第一件事 即是這樣說 交通意外 你去交通意外發生了 雙方都有傷亡了 你第一件事要做甚麼 你不應該是第一件事叫救護車 然後送去醫院醫好了 才再來 做甚麼 該追究就追究 該賠錢就賠錢 是否這樣說 大家 所以 記住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無緣無故做錯事 而且我拍這麼多影片 是最大的錯誤 OK 平時不是這樣 一直煎肉 煎完肉 煎魚 最後炒菜合成 炒菜合成 這樣的程序 大先頭 我講得興奮那頭 忘記了要煎魚 OK 偶爾會有 因為可能 我現在 經常照顧老婆 偶爾會精神衰弱 所以忘記了自己做甚麼 但我可以保證 但我可以保證告訴大家 即使我做錯事 即使我做錯事 一樣好味 可以嗎 亦是跟大家分享 處理解決問題的過程 先後次序的想法 OK 等待 這裡不用多 等到 差不多沸騰了 弱力沸騰一沸騰 等苦瓜和糖出味 接著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魚 先找魚 地方淺窄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醬汁 這個時候 就要倒進去 加少許水 這個時候 苦瓜 就要拿起它上面 盡量那條魚 就放在底 大家看到 那隻鍋很滑 為甚麼呢 因為 爐頭 爐架 已經滑 了 這個過程 為甚麼要這樣 撈苦瓜 出來 就是因為 要那條魚 是最大限度 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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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底 這樣 它才可以吸收 有些醬汁 那這些苦瓜 做完之後 就撥回它在邊 為甚麼呢 苦瓜都要出味 如果不是苦瓜 就只是苦瓜味 就吸不到醬汁味 OK 好 這個時候 我們 要燜多久呢 先三分鐘 蓋上蓋 三分鐘之後 我再開機 和大家看一下 效果如何 好 好 大家 中香 看看它如何 先 這個醬汁 已經是七七八八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先翻轉條魚 為甚麼呢 因為這樣 另一邊吸味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 魚身 還是保持得很完整 OK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 放蔥 可以了 這個時候 如果覺得少水的話 可以放少少水 來的 不用多剛剛好 夠 等它煮一煮 這個時候 就不用 上鑊 蓋 隨便 讓它 讓水 滾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通常 茶餐廳 即是餐廳 它們燜的苦瓜 我經常都覺得它燜得不夠新的 可能是基於時間問題 亦都可能基於賣相 因為大家看到的 現在的苦瓜 就開始變黃色了 但是我喜歡吃這些黃色的苦瓜 即是燜到它變色的苦瓜 為甚麼呢 夠入味 OK 現在滾回來了 OK 這樣就搞定了 關火了 一個 一道完美的 即是今天有少少意外 但是我覺得 都OK 等我一會 一會兒 很正式 而且 很正式 不是很完美的 這條魚 完整整 在這裡 大家不要用這些 因為鮮流做錯的東西 總結的重點 比較多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苦瓜 是比較黃的 沒錯 因為你上磨蓋上得很久 但是 我又覺得外面餐廳的做法 他們會是因為 他們為了要保持苦瓜的綠色 很多時候我經常覺得它是生的 當然不是不能吃的 但我不喜歡這樣生法吃 要找出魚尾 魚尾在這裡 唯有這樣做 先讓我自己大力把魚尾脫掉 好 完成了 先放一放 讓它不要太噁心 因為家廚始終也是那句話 相對地 擺盤不是太好 但是我覺得家廚 如果大家用心去做 食味絕對不會比酒樓 甚至比酒樓好 因為我們有的時間 有的心機 對吧 大家說是嗎 嗯 等一等 我再放一放 好 搞定 現在開始做總結了 等一等 再擦一擦 等一擦拍照 好 好 那 今晚 真是不好意思 我老人千愛 做錯事 大家見識到我 是怎樣去補救 其實 一個 很多時候 我都是說那句說話 做人的道理 跟主菜一樣 有所謂的叫做 自大國如烹小仙 同樣道理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過程 這個經驗 放進去 我們家庭管理 甚至是工商管理 那方面 如果大家對我的背景 有些認識 都知道我以前是做管理的 管理 就不少人 OK 全國各地 我的團隊有200多人 OK 好了 那 先頭我是做錯事 但是現在呢 我就重新總結 我一步一步 講清楚 到底是怎樣做 OK 那我先頭 就調轉了程序 或者是做漏了程序 那 首先 第一個 就是要 除了是之前 就是說 跟那個 腩肉 飛水 辟雪味 的過程 是沒錯的 然後 我下鍋 要跟這個 切好 醃好 的腩片 都是沒錯的 這個過程 大家要注意 一件事 就是我們走油的目的 就是要令到腩片 迫肥油出來 就令到我們現在 去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 那麼油膩的感覺 咬下去 那些腩肉 全部都是爽的 OK 可以嗎 好了 煎完腩肉 拿起了之後 我們就煎魚了 那麼這一個步驟 今晚我就做錯了 大家要記住 啊 煎好魚 煎魚的部分 都是以往 就是大火燒鑊 見煙落油 再見煙 就收小火 浪一浪油 降一降溫 然後放條魚下去 這條魚是不是煎得很漂亮 是不是 背口缺 好了 然後 然後 我們才下鍋 炒 那個 料頭 和炒苦瓜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唯一可以 和酒樓 比美 或者追上酒樓的味道 唯一的 殺手間 是什麼呢 就是 我講炒菜 炒來的 就是 持續燒它的高溫 一般酒樓來說 因為它的爐頭 很大火 亦都很大力 火力很強 所以燒鑊的時間很短 大家應該在YouTube上也見識過 他們燒一燒 隨便燒一燒 這樣就來了 但是 我們 作為家廚 我們必需要 拉長燒鑊的時間 OK 而我們唯一可以 是判斷到 它的溫度 足不足夠 就是要見到要有煙 所以 中廚其實很討厭 在西方人眼中 為什麼 整天都搞到烏煙瘴氣 但你又沒有辦法 我們中菜 最重要強調的是什麼 是鑊氣 你想有鑊氣 就是高溫 高溫是唯一的標準 而我們作為家廚 就是要燒到它見煙 也是唯一的標準 OK 那當然你說 我不想這麼大 這麼煙 那你稍微說一說 可以 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如果你煎到是黏鑊底 炒到不夠鑊氣 總是出水 出得很厲害 這些菜不夠油膩 那你自己衡量 OK 行不行 炒苦瓜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調味的時候 要先下糖 大家也看到 稍微炆一炆才做最後的調味 這個是炒苦瓜必然的調味程序 跟我們一般炒菜不一樣 先下糖 在苦瓜來說 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可以減低苦味 第二個是可以令苦瓜更加青綠 當然現在炆 你蓋著鍋蓋就一定黃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聽過老人家炒菜的話 都說不要蓋鑊蓋 蓋鑊蓋就有些菜變黃 就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這次示範了給大家看 好了 最後的調味 其實很簡單 一下了條魚之後 為了要給魚吸味 這個菜不是最後下調味 而是下魚的時候同時間下調味 就等魚吸收了味道 同時間那些鹹肉可以出味的時候 然後呢 整道菜就相得益張了 那個味道 就不會腥的 這個呢 絕對好吃過單純的苦瓜燜黃立蒼 OK 行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下了這個是 腩肉下去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酒樓呢 很喜歡紅燒魚呢 是放肉絲的 除了是口感的一個因素之外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因素 我講過很多次 豬肉的味道 是可以和 是可以減低魚的腥味 那所以呢 我這裡的燜魚呢 我兒子曾經跟我說 他說 喂 老爸 隔了一晚還好吃 我說不腥嗎 他說不腥啊 完全不腥啊 一點都不腥啊 翻丁都不腥 因為我知道大家呢 有很多時候呢 魚就盡量 即是 都聽我人家說 魚就盡量吃光的啦 吃不完隔夜的話 就不好吃啦 不好吃是因為腥的嘛 但是呢 我經過我這樣處理之後 隔晚呢 更好吃 隔晚呢 更好吃 因為它吸了汁 吸了味道 但同時間 因為我 加了這個腩肉下去 那所以呢 它就變了呢 就算翻丁 它也不會腥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豬肉味 和豬油呢 是抑制了它的魚腥味 那呢 你拿下這個腩片 我又覺得好像 喂 肉沒有味噢 那所以 今次我做了什麼 醃鹹它來 炒這個 燜這個 蒼魚 那呢 就可以 豬肉又好吃 因為 魚又不腥又好吃 是不是 記住了 這個是小小技巧來的 那呢 就可能 大家會說 嘩 你很複雜 其實我已經簡化了 為什麼呢 其實原本我想做燒肉的 我從頭開始 都跟大家說 喂 燒肉很貴 威仔大過煮人袍 不行 所以呢 我就做腩肉 買一塊急凍腩肉回來處理 但是又考慮到大家的技術問題 考慮到時間各樣的因素 所以我就沒有煮燒肉 我當然會煮燒肉 OK 所以呢 就用這個是腩片 但是如果大家萬一 有剩下的燒肉 或者大家不介意 妹仔大過煮人袍呢 那當然最佳的選擇 一定是買燒肉回來啦 燒肉那些五香粉 正呀那些五香味 是不是 OK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大家的抉擇啦 那如果說 喂 我寧願給錢去解決問題 但沒有問題 那你就不要用 就是不要像我那樣 搞一大輪東西 搞一場大龍逢 去做個新鮮的腩肉 或者急凍腩肉 而是直接買燒肉回來 那如果大家買燒肉回來的話 就先煎一煎燒肉先 等燒肉油走出來 才再煎魚 這樣呢 就同樣地都可以達到 我先頭所說的 抑制腥味 隔夜更好吃的這個效果 可以嗎 OK 那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那希望大家 喜歡我這個做法 那還有呢 我先試一下味 雖然今晚做錯事 所以我都要看看 我是不是我平時的味道 好 大家聽到 雖然這個苦瓜 這樣上過幾分鐘 都是 真的會是黃了 但是 大家聽到我口咬 是不是更爽 是啊 這個第一道 我先試一下這個 嘩 這個腩肉是爽的 為什麼 我用糖來炒它 再加上醃了 鹹的 鹹味有味 先吃一口 魚肉先 因為我還要拍照 所以我要很小心去炒它 唉 嘩 好入味 不腥 我剛才撩的位置 就是肚子 所以很重 魚肉味 正 OK 唉 忍不住 那希望大家 跟著這個方法做 我吃過之後 我是120% 200% 向大家推薦 這個絕對比你平時吃的 黃立湯 苦瓜煮黃立湯 苦瓜煮黃立湯 在吃東西 絕對比你平時自己煮的黃立湯 苦瓜煮黃立湯 還有茶餐廳 餐廳 酒樓的苦瓜煮黃立湯 好吃很多 大家記住 跟著我一起做 不是賣花蛋花香 為什麼我才偷吃呢 因為我不吃過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做開那種味道 因為先頭大家都知道 我做錯事 做錯的程序 但是 記住 做錯事不要緊 最緊要 懂得怎樣補救 你越是冷靜 你就越容易補救得好 我現在補救了 基本上跟我原本的情趣 沒有分別 OK 我吃下去 哇 正 我200%有信心 是比酒樓好吃 OK 大家不妨試一下 不跟大家說了 浪費了大家很多時間 我知道這條片很長 但是好東西吃 是需要時間的 還有 大家想清楚知道 我怎樣煮出來 我除了給大家看之外 除了文字上 即是我不做文字 大家都知道 我的說明是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魔鬼盡在細節 祝大家 越來越煮得好 家人越來越有口福 幸福生活美滿 一直到永遠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